Hello大家好我小鱼 我现在呢已经是回到了我的家乡隋分河啊 本来呢就是还去了这个香港 还去了这个桂林 但是由于小鱼这个西勒马达哈的这个性格啊 我把那些资料全都弄完了 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 正是每天累的跟个狗似的 没有时间去捡 我就行回家里慢慢给大家捡 结果一下让我全删了 找不回来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 那些视频就给大家放不了了 所以说咱们就从头开始吧 刚过完这个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我每年端午节呢 都是在家挣钱的 挣什么钱呢 就是卖葫芦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就我们东北啊 就是有这个习俗会挂 这个你们看不着啊 小条碎呀挂葫芦呀过节嘛 因为我们很重视端午节的 所以说就是这两天一直忙 然后忙的也没有时间去给大家拍视频 所以说这段时间的视频就全都没有了 那从现在开始呢 鱼儿就重新开始 给大家重新拍鱼儿的视频啊 给大家总结一下子 这个香港澳门之行吧 就是我去了香港 去了澳门 去了广州 然后还去了桂林 大家其实肯定都比较关注多 就是香港和澳门和咱们大陆 是有什么区别的 首先就是消费 澳门呢和这个广州比呢 消费差不多 但是香港的消费就要比澳门和广州要贵一倍 就是经过我这些天游玩我发现就整整贵了一倍 正好是无论是坐公交呀 还是吃饭呀 还是住宿呀 都是比这个澳门要贵一倍的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都说搞澳行 费钱费钱 但是呢你们也要就是看怎么玩 然后呢大家肯定还这个关注说 我这趟上香港澳门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回来我们俩算一下账 就是跑去大交通 就是飞机票啊 但是算火车票 还有我们在那所有持住什么的 我们两个人一共正正好花了一万块钱 你们感谢俩人花了一万 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就香港澳门加桂林 这三个地方玩啊 不算飞机票 我们俩一人花了五千块钱 然后吃的也挺好 住的也挺好 玩的也挺好 没有磕带自己 想吃就吃 想玩就玩啊 就是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胡吃海塞 就是大灶 就是正常吃饭 正常游玩 正常住宿 住宿呢我们就住的是普普通通的 就在我们能接受范围那儿 然后宾馆我们还觉得挺好的 都是三四百块钱的这样的宾馆 然后吃饭呢也是正常吃 也是吃普通的 我们也没有去吃什么大餐 也是吃的当地特色什么 粤菜在咱们中国不是很出名吗 其实出的都是也什么猪扒包啊 牛扎饭啊 然后什么车仔面啊 就这些烂七八糟 就吃当地这些特色的这些东西 没有上大饭店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去上澳门一个人得花个两三万块钱 其实根本用不到 我们算上路费的话 我三成机票花了两千块钱 也就是花了七千块钱 我觉得玩的特别好 玩的特别开心 还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 所以说就是只要你不铺张浪费 然后也不磕待自己 其实一样玩的很好 真的 就是大家不用说 对一说去香港澳门就很惧怕 而且我们家离的还非常远 其实机票啥的还是贵的 其实像你们离得近呢 坐东达去坐高铁去 反而还会更便宜 高铁票也就是往多了说 200多块钱 你看像我们从这个广州到这个桂林 140多块钱 高铁票就很便宜的 因为咱们现在交通是很发达的 就像我家远也没有办法 你像坐高铁和坐这个飞机 是差不多的价钱 那我们肯定要选择坐飞机 因为飞机快嘛 离得近的话 完全坐高铁就可以了 你看像小鱼也不是有钱人 大世界地方我也去了 我也能去得起 咱们就是这样 贵有贵的玩法 便宜有便宜的玩法 穷游有穷游的玩法 像我和我朋友俩这么出去玩 不算穷游 很正常的工薪阶层的游玩 因为咱不是有钱人 咱去咱不可能去住什么 五星级宾馆 那我们就住普通的宾馆嘛 三星的就可以了嘛 很多朋友也跟我说想去呀 又觉得太贵呀 不敢去呀 怕去不去 花钱超值什么的 完全不需要我这些 有这些顾虑啊 像我自驾出去玩的时候 我是穷游 因为路费 就车游费 这很大 很大的那个什么 我选择住车上 我会节省一批 像我自驾游呢 就属于旅行 但是像我和我朋友上香港澳门 这个就属于旅游 旅行和旅游是两个概念 旅行呢 是长期的 旅游呢 就是给大家这种 嗯 平时上班忙啊 没有时间出去玩的呀 然后出去 上各个地方的著名景点 刮一打卡 完事 像我要旅行的话 就是漫游了嘛 就是哪哪哪都去 自己开车 慢慢去体验生活 它是完全不一个概念的 像我们这种旅游的话 自己也不要铺帐浪费 就是普普通通的游 该玩的都玩了 该吃的都吃了 该体验的都体验了 其实花不了多钱呢 像我们真的玩的很开心 而且照了很多 特别漂亮的照片 其实像我们女孩子出去玩 只要能照照好看的照片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 就玩的很好 所以说我们玩完之后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就一直在忙 忙这个葫芦 就是我在卖葫挣钱嘛 花完钱之后要挣钱嘛 不到一星期吧 我们是从初一开始摆摊 一直到初五 赚了一千块钱 一天二百块钱 也挺好了嘛 你看刚出去花了五六千块钱 回来 我赚回了一千块钱 然后呢 接下的日子呢 我还要规划 规划接下来要干嘛 因为这个时候 新墨尔下来了 然后等到十一月份 新大米下来 我在想 然后还要出国 因为很多朋友问我 去俄罗斯啊 想去俄罗斯玩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 想买俄罗斯的东西的 然后呢 我呢 明后天呢 就出国 还是和我这个朋友 他也跟我说 说我想去出国 因为想出国玩一圈 然后你带我去吧 我说行呀 可以呀 我要他 带他去俄罗斯玩一圈 我们俩这两天 正在做准备呢 给他办的电子签证啊 然后已经下来了 下来之后 我们就是明后天 或者大后天 我们俩就准备出国了 所以大家 接下来准备 看鱼儿出国的视频吧 你们有什么好奇的 想问的 不知道的 还有今年夏天 想来玩的 都可以来找鱼儿 我的大动作 就准备 一是 木耳 我们家的西木耳下来了 二就是 这个出国 然后冬天呢 可能还会带团 这是接下来 今年后半年的计划吧 大概是这样 也有可能有变动啊 然后就 跟大家说到这里 把那个电子签证下来 我看看是给他打印出来 还是怎么样的 出国的时候 我再一一给大家介绍 然后再一一就要出去玩怎么样的 各类的事情 然后这个视频 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然后再告诉大家 香港的视频和桂林的视频 发不了了 因为鱼儿洗了马达哈 弄丢了 删除了 找不回来了 我呀 就改不了这个毛病 没有办法 大家就 多 这什么 承让了 承让了 哈哈